一公頃的森林砍下來 砍下來之後 從樹頂的一直到樹尾巴的 所有的植物全部都做記錄 然後呢 包括標本什麼什麼 它去還原出一個熱帶雨林的結構跟組成 就是全部的面貌 然後才讓我們有一個熱帶雨林基本的資料 同樣的 日本人他在伐木的時候呢 他也在做這樣的研究 他要研究這裡的森林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呢 他在伐木的時候 他有留一顆紅塊 這紅塊周邊的全部都沒有紅塊 因為被砍光了 所以這顆紅塊留下來的時候呢 他就在旁邊鋪上了天羅地網 所以他的種子掉下去的時候 就會被他的網子收集到 然後呢 他又請了那個原住民到樹上 那個樹有60公尺高 然後就爬到樹上去採 因為那個結的球果 它是螺子植物 就把當年的所有他樹上 樹枝上面的那個類似球果 很小的球果 一顆一顆全部都採下來 然後採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算 那個球果裡面原本有種子的位置 如果不在的話 它可能是飛走了 就是掉在地上 那地上收集的跟樹上還沒有飛走的 還有這些球果上面的種子 的空位 然後他就可以去算出 掉在地上的有幾顆 飛走了有幾顆 留在樹上的球果的有幾顆 然後去算出總共有200多萬顆 這每一顆都是算的 不是估計的 是用算出來的 那這個這樣的實驗可以做幾次 就可以只能夠做一次 因為一片森林就可以算這麼一次 如果你要挑戰它 除非你還有一塊紅塊的森林 然後你要把旁邊好幾公頃的塊木 全部都發出不能有干擾 你才能夠再做一次 那我要講的是 當時人家對待 雖然他是在拔木 他在利用自然資源 但是他是把這個土地 當作是國土的一部分 他是盡可能的去了解 自己的土地是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把這樣的資訊 能夠留給後代 可能他們那個世代做錯了 但是他希望這樣的資訊 可以留給後代做修正 這是他們很 我覺得是非常 看的時候就覺得 他們當時留下的紀錄 其實真的是很感動 那當時日本人用的這個森林 當然是集中在比較珍貴的樹木 在塊木林三大林場 那陳老師也有提到說 當時的紅塊的利用 只有利用到55% 剩下45%留下來 當然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就全部都撈光了 撈光了之後 然後再從塊木林1800公尺再往下拔 全部都拔光了 那以至於說 我們現在山上看到的叫做人造林 那很遺憾的是 在過去這50幾年來 我們的森林被摧毀掉70-80% 但是我們沒有留價寄附耶 這才是可悲的地方 各位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山上 包括你看到的清淨農場 你看到的梨山這些 被開墾的 被開墾濫成這樣 然後造成這些土石流 但是這些森林被破壞的時候 被 就算說當時社會或當一個世代 有這樣的需求 一定要利用這樣的自然資源 但是那整個森林的摧毀的時候呢 居然沒有留下這麼的踏實的資料 留給後代子孫 我們對自己的佛土居然是一無所知 以至於說 他們用這樣的想像去認為 那我們就來造林吧 他們完全是不知道的 那這是跟大家分享的 最後一個就是跟芬蘭姐 上次在台北有講到說 其實這五天 這五天的課程就是 跟那時候芬蘭姐就在講說 綠黨有思想 就有六大核心思想 我說那是六大核心思想 是德國人的 不是我們的 我不曉得啦 那我就跟他講說 真正的革命呢 我們講的不叫做武力的革命 我們可以從精神上 或者是文化上 或者是各種層面上 我們可以帶動社會的革新跟進步 那這也是一種革命 但是這樣的力量 必須來自於思想 那我也提到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現象 那個叫做鬥爭 因為他們只對人 不對事情 那革命跟改革 它是對事 不對人 它是談的是國家社會 跟整個大體的結構 所以當時我就在跟芬蘭姐講說 思想 它能夠引領整個社會的進步 它能夠貫穿世代爭議 它能夠讓人家跟隨的這個思想 這個思想是跟土地有連結 跟人有連結 那這樣的思想有感情 這樣的思想才會有力量 那其實這五天 大家可以感受到 其實真正台灣 未來要帶動整個社會 能夠進步 能夠進步 或者是有向上 就是能夠跨過這樣的困境 其實是需要這樣一個 貫穿世代陣營的思想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一個叫做 活著就做積極的事情 就像楊柏銘總經理 他也知道說他得癌症了 但是我們就是積極的做 活著就做一些積極的事情 我相信做對的事情持續做 那不是在我們的這個世代可以成功 其實真正我們現在在做的是勇士的工作 其實我們可以 為什麼陳老師希望三年四月多一點年輕人來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交棒的工作 三年四月其實這一梯的營隊 事實上陳老師他覺得他好像只能夠再做五年了 因為你想想看一個人到了七十歲又八十歲 他其實沒有體力了 沒有精神力了 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就是 他的想法是能夠剩下這最後面五年 他可以走得中的時間 一定要把這個棒子交給年輕人 那因為這些東西是在年輕人的下一代跟下下世代 才有可能會成功 在我們這個世代要很努力的 我們要把這個棒子交出去 好謝謝大家 好我們大家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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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